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方山考入福建中医学院并获得学士学位 上世纪90年代移民澳大利亚 他又考入悉尼大学草药系并获硕士学位 后又攻读了福建中医学院博士学位 在1990年初来到悉尼 当时也是主要为了出来游历 结果来到悉尼之后 就看到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 一个中医跟武术 在澳洲非常欠钱 非常少 所以几乎就是很少人从事这方面的服务 第二个就是看到当时很多洋人 这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 经常在街上碰到会跟中华人讲说 他通过三十载不懈的努力 成功治愈了大量顽疾杂症 使得当地的澳大利亚人 见识到了中医的神奇疗效 开始认同并接受中医的一些治疗手段 通过中草药和针灸来治疗疾病 进而改善身体状况 通过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 治疗效果让他们心无口福 因为刚开始呢 行医的时候推广 人家对这些我们中医学的 这个阴阳五行啊 这些中医理论呢 是很不了解的 所以也很困难 那么呢 只能是 就是通过实践里头 让他们自己亲身去体会 我们的针灸和中医药 在这个澳洲我也采用中西医结合 多年来 方山医师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 传播和推广中医中药 先后为300多位西方影视和体育明星 进行中医治疗 很多人通过方山医师的高超医术 解除了病痛 还有的是通过方山医师帮助其减肥 恢复了健康的体质 如澳大利亚演员特洛·普莱尼特 活跃在好莱坞的澳大利亚著名导演 巴兹·驴尔曼 澳大利亚板球冠军迈克·比文 曾获女子高尔夫球世界冠军的弗朗西斯·邦达德等 我真的认为中医治疗和中医治疗 因为当我第一次来到Benny 我的健康是在很严重的状态 很严重的状态 而且那是在身体和身体的状态 我的生活是在过程中医院 跟Ben在5或6年中医院 我很幸福 Since I see Benny he improved my wellbeing physical and mentally and then with the herbs he helped me with the immune system the blood sugar levels and the cholesterol as well I have really bad migrans and he got rid of all my migrans so I feel much better 不仅如此 方山对于中华传统武学 也有很高的造诣 他自幼学习南派功夫 其后又师从少林 练得一手好拳脚 擅长行翼拳 八卦掌 太极拳 茶拳 金刚拳 以及硬气功等传统武学 通过在悉尼开设自己的武馆 与来自各国的武术同行进行切磋 方山成功扩大 中华武术在当地的影响力 更受了不少武功高强的洋徒弟 中华武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 一个主要内行之一 所以当初我出来 就是国外非常流行的是 日本的空手道 柔道 还有韩国的台群道 这些都非常盛行 中华工夫就很少见到 在悉尼在行义的同时 我也业余开了个武秀 就是写中华武术的武秀 在那个法文中心 所以当时有一些洋人的武馆 就听到有个中国人在开这个武秀 就来邀请我去做交流 因为我们中华这个文化 几千年的历史 运营流产 它是绝对是有 非常宝贵的价值在里面 所以通过这个修炼 这个中华武术 不但达到强盈进体的目的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思想警戒方面 还有思想修养方面都得到提高 方山医师不仅医术高明 更兼有一颗爱心 多年来 他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 他曾向澳大利亚最大的 残疾人慈善基金会捐赠一万澳元 并承诺日后继续为残疾人提供 所需药品和医疗服务 并因此收到了澳大利亚前总理 吉拉德的感谢信 谈到自己的慈善观 方山医师如是说 慈善活动在国外 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形式 所以国外有很多很多的慈善机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方面 还比较牵挟这种认识 所以我们要弘扬 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我们也要在主流社会 要跟他们同步 所以出于这个目的 我就积极地参与 澳洲主流社会的慈善活动 热衷慈善融入西方社会 玄虎济世传播中华文化 是方医生一生的追求 能够弘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才是值得最骄傲的地方 所以通过我个人 我是希望能够 为弘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起到一些作用 我就心满意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